从今曾做起累积十多年实务历练 科员变成分队长 桃园市品证区山峰消防分队举行分队长交接典礼 由灾害抢救科科员苏伯奇接任 把自己的专业带入品证工业地区 守护工厂与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桃园市消防局第四大队举行分队长交接典礼 由精力丰富的苏伯奇接任山峰分队长的重责 将灾害抢救科的专业带入品证工业区 山峰分队地鼠辖区多工厂 刚好在临近工业区 我可以借由我在预防科及抢救科的所学 消防安全设备的专业 然后救灾安全管理 科技救灾等方面 带进来山峰分队 让山峰分队整体同仁救灾的安全有所提升 苏伯奇毕业于中央警察大学萧佐班第22期 曾担任外勤分队队员 以及预防科救护科及抢救科科员 对于推动灾害预防及救灾救护不遗余力 陈丽婷第四大队长也期免苏伯奇 以神作则坚守专业与服务热忱 他有担任过火灾预防灾害抢救跟紧急救护 也就是消防的三大任务的这些重点科室 他都有服务过也历练过 因此整个的经历绝对没有问题 所以这次接任我们山峰分队的分队长 相信可以生锐愉快 补补众望 凭借超过十年的基层经验 如今将展现领导才能 保障平整山峰地区民众的安全 涉及可饰的高教室